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然这可能是一个方言 方言里边这个遮表示持续这种状态的 它的读音是得 于是就用得来记 在金平梅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记音字 口语词用同音字来写 这方面大家要注意 看了武松身材凛凛 相貌堂堂 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气粒 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虫 潘金莲上下打量武松 看武松长得高大见证 于是心里产生了爱慕之心 心里寻思道 寻思这个词 我们今天还在用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想 就是琢磨 潘金莲心里想 一母所生的兄弟 又这般长大 人物壮健 奴若嫁得这个 胡乱也罢了 他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对武松产生了爱慕 这里边我们看长大这个词 这应该也是一种方言的说法 我们一般说人高大 不用长 因为高是立着的 人的身高是从站里量的 那么躺下才能 平着才叫长 但是呢 金平梅用长大这个词 所以根据他的用词的特点 可以考察 他是什么地方的语言 人物壮健 我们注意这个健字 这里边用了一个错字 健康的健 本来是人字旁 但是这里用了双利人 这是因为 单人和双利人 形体相近 很容易相混 人物这个词 是一个偏译副词 他指人不指物 但是我们今天经常 使用人物这个词 实际上指的是人 奴若嫁得这个 胡乱也罢了 这是经常使用的 他今年经常使用的 胡乱也罢了 就是不管怎么说 这样可以了 说得过去了 他对五大是看不上的 你看我家那 他身不满尺的丁树 三分四人 七分四鬼 他称五大郎为丁树 这个丁树 就是三寸丁枯树皮的一个简称 是用来形容 五大的身材短小三寸丁 说他身材短小 非常矮 枯树皮呢 使他的容貌粗陋 长得很粗 很蠢 所以 潘金连对五大郎 非常的看不上 说他三分四人 七分四鬼 奴哪势力遭温 直到如今 潘金连觉得 嫁给五大郎 是倒霉的事情 他用了遭温这个词 今天有一些方言当中 也用遭温这个词 意思就是倒霉 据看五松又好气力 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 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 潘金连看到了五松 长得这么健壮 身材这么魁梧 他非常的爱慕 喜欢 他想让五松搬到家里来住 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 这个段子 我们注意书上的用字 他写成了甲 真甲的甲去掉那个丽儿旁 这个甲 这实际上是一个错字 段 左边的偏旁 和甲 左边的偏旁很相近 于是就把段 错成了甲 但是这种错写 不是他一处出现 在传超的这个文本里边 很多地方的段都写成了甲 这也是一种 俄误的一般规律 因为段的左边这个偏旁不常见 段字左边这个偏旁不常见 而甲字左边这个偏旁很常见 就是以甲作为偏旁的字有很多 比如说霞 招霞的霞 比如说霞不掩鱼的霞 都是用它做偏旁的 因为这个偏旁比较常见 那么常见偏旁替代这个罕见偏旁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看成是断的一个俗字 这个俗字是由俄误造成的 是俄俗 那妇人一面脸上排下笑来 我们注意她用的这个动词排下笑来 其他地方还有用不同的动词的 那妇人堆下笑来变道 无论是排下笑还是堆下笑 都是一种挤出来的笑 都是一种讨好别人的笑 潘迁连非常的喜欢武松 尽力的讨好他 脸上堆着笑 排着笑 那妇人一面脸上排下笑来 问道 叔叔你如今在哪里居住 每日饭时谁人整理 对武松非常关心 问他在哪住啊 谁给你做饭呢 武松道 武二心冲了都头 逐日答应上司 别处住不方便 胡乱在县前寻了个下处 每日拨两个士兵服侍做饭 我们注意这个做饭 这个饭字 他用的是左边一个石 右边一个便 这个写法 这是饭的一个议题 下边省的在县前士兵做饭 阿杂 这个饭用的就是我们常见的 这个从石从反的这个饭 同样的一篇课文当中 一会儿写成从变的 一会儿写成从反的 这是一体字可以随时换用 随意换用的这种现象 妇人道 叔叔何不搬来家里住 省得在县前士兵服侍做饭阿杂 阿杂是一个方言词 就是肮脏 它就是肮脏的音转 今天也有很多方言 仍然是用阿杂的 一家里住 早晚要些汤水吃时 也方便些 就是奴家亲自安排 与叔叔吃 也干净 潘金莲说话也很好听 说话滴水不漏 非常的合情合理 武松道 申谢嫂嫂 妇人又道 莫不别处有婶婶 可请来私会 私会 这个私是互相的意思 私会就是相会 私还可以构成其他的词 比如说私杀 私杀就是两拨人在一起互相的打杀 那私手就是两个人互相的守候 这个私都是相的意思 它可以构成很多的词 这里私会就是相会 潘金莲非常关心武松是不是有老婆 所以他说 莫不别处有婶婶 可请来私会 实际上这句话是想打探 武松是不是有老婆 武松道 武二并不曾婚去 武松没有结婚 那当然潘金莲很高兴 妇人道 叔叔青春多少 问武松多大年纪 武松道 虚度28岁 虚度28岁 也就是虚岁28 过去一般说年龄都是说虚岁 妇人道 原来叔叔道长奴三岁 长奴三岁 就是比我大三岁 这种句式 这种句式在今天有的方言里边还用 这是一种插笔句 在不同的方言当中 插笔句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汉语方言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 这些呢 我们以后可以关注一下 现在我们不多讲 叔叔金帆从哪里来 金帆 帆的意思就是次 比如说三番五次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个字 刚才说到 叔叔道长奴三岁 这个道 用的就是今天的这个 来到的道 但是它的意思是反道 是反道 这个道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用利人旁的 那么同样的意思 在本文当中多次出现 有的时候加利人 有的时候不加利人 比如说这个句子 前面已经 我们已经讲到了 潘金帘对五大说 你是个男子汉 道百步不开 这个道就是反道的意思 他加了利人旁 但是 这句 原来叔叔道长奴三岁 我是嫂嫂 但是你比我年龄还大三岁 反道的意思 没有加利人旁 下面有一个颠倒 整个颠倒说 颠倒 应该今天也是加利人旁的 那么这里也没有用利人旁 可见 加利人旁的这个道 和这个不加利人旁的道 原来用的是一样的 加利人旁是后期的 那么在这个字 还没有确定 它的用字规范的时候 这两个字是混用的 可加可不加 妇人道 原来叔叔道长奴三岁 叔叔金帆从哪里来 问他从哪来 武松道 在苍州住了一年有余 只想哥哥在旧房居住 不想搬在这里 武松在这里碰到武大 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他以为武大还在老家住呢 妇人道 一言难尽 自从嫁得你哥哥 吃他推善了 被人欺负 才得到这里 吃他推善了 这个字是一个方言词 我们读成推 其实这个字本来是独特的 方言里边读推 推的意思就是太 太过了 武大是一个非常善良 可以说是一个善弱之人 善良软弱 所以经常被人欺负 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 这个前面这个痴 痴他推善了 被人欺负 这个痴是什么意思 那从上下文来看 之所以被欺负 是因为武大 这个人善弱 软弱 那么这个痴可以解释成因为 那痴为什么可以有因为的意思 我们可以跟其他的痴字的用意 用法来对比一下 下边有这样的一句话 同篇文章有这样的一句话 俺两口也痴别人笑话 痴别人笑话 这个痴是被的意思 是痴的意思 让人笑话 被人笑话 还有一句 那里武松起他看不过 这个字用的是起 但是实际上意思和痴一样 也是痴和被的意思 同文下边还有一句话 武大道 我兄弟不是这等人 从来老实 修要高声 起临舍听见笑话 这时呢 潘金莲勾引武松不成 他恼羞成怒 于是呢 就向武大告状 说武松调戏他 武大听了之后 他说我兄弟不是这样的人 他从来是非常老实的 你不要那么大声讲这件事情 让邻居听见了笑话 这个起 仍然是这个让叫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意思 有的时候写成痴 有的时候写成起 这说明呢 在这个方言当中 痴 它的发音就是起 今天很多方言 尤其是山东吧 山东很多地方 痴就是起 河北省也有一些方言 有一些地方 痴是写成起的 和起同音 于是把痴写成起 所以实际上这个起就是痴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痴 痴或者写成起 它有被有叫的意思 那么这个被和叫的意思 从哪来的呢 痴为什么有这个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词意发展的过程 吃 或者写成起吧 它本来意思是吃饭 吃东西 由这个意思可以发展出来 受 哀的意思 后边的这个内容呢 不是他喜欢的 是负面的 是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这个时候 吃就有了受 承受 有了哀 被动的哀这样的意思了 比如说吃亏 吃惊 吃批评 后边的这个批评 惊 亏 都不是你想吃的 都不是你想要的 这时候这个吃 就不是主动的那个吃东西 得到那个东西了 而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挨 挨批评 这个挨 那么由这个被动的接受 这个意思 就可以发展出来 被 让 这个用法 也就是这里说的 吃别人笑话 或者其 邻居 听见笑话 这个用法 那么由这个被动 表示被动 这个用法 再发展 再虚化 就有了这个 我们这句话 吃他 推善了 被人欺负 这个吃的用法 在这句话当中 表示被动的是下一句 被人欺负 所以我们不能再把这个吃理解成被动了 但是被人欺负的原因是他 吴大郎太善良 太软弱 从文艺上 从上下文艺上 我们可以知道前面是原因 后边是结果 这个结果是负面的 是人不希望得到的 是一种被动的状态 所以这个原因 我们用了吃 而不用其他的表示原因的词 之所以用吃 是因为后边是一种被动的结果 是被人欺负 所以这个吃 跟这个被动还是有关联 语意上还是有关联的 但是从语法上 这个吃 我们不能再解释成被了 所以我们按照他的语法位置 他处在前句 他推善了 前面这个小句之前 起到一个说明 逻辑 因果 关系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因为 好 我们再回到口文 妇人道 一言难尽 自从嫁得你哥哥 吃他推善了 被人欺负 才得到这里 若是叔叔这般雄壮 谁敢道个不是 武松道 家兄从来本分 不是武松 撒泼 妇人笑道 整得颠倒说 常言 人无刚强 安身不劳 这是一句俗语 俗语也是有地方特色的 那意思就是说 人如果不刚强 如果太软弱了 那么他就不能够安稳的生活 他的安身立命就缺少保障 所以潘金莲他觉得受人欺负 是因为武大太软弱了 奴家平生快性 看不上这样三打不回头 四打连身转的人 三打不回头 四打连身转 这也是俗语 而是用来形容这个人 不管人家怎么样 他都不吭声 不反抗 忍气吞声 这是说武大郎的 而潘金莲不是这样的人 潘金莲说 是生平快性 快性就是快意 就是喜欢爽快 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武大正好相反 所以他们两个人 非常的不般配 这里潘金莲表现了 对这个武大的不满 表现出对武松的爱慕 有诗为证 书嫂平宗得藕逢 妖娆偏城秀怡荣 撕心便欲成欢慧 这句诗呢 这四句诗呢 就是说潘金莲 刚刚见到武松的时候 就对武松表现出来了 爱慕之情 故意地用他的那些 容貌 仪态 来勾引武松 原来这妇人 甚是言语撇清 撇清 今天方言当中还用这个词 撇不清 撇得清 撇清就是说 这个人头脑清楚 说话呢条理清晰 做事很周到 潘金莲是一个 非常周到的人 说话条条有理的人 武松道 家兄不惹祸 免嫂嫂忧心 古大郎老师 老师人就不惹祸呀 二人只在楼上说话未了 只见武大买了些 肉菜果饼归来 放在厨下 我们注意这个果字 武大买了些 肉菜果饼归来 这个果 果就是水果呀 他加了草字头 同样的这篇文章下文 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 这个果没有加草字头 果本来就是木上面结的果子 树上面结的果子 那后来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有人加上草字头 这是为了给这个意义归类 让这个意类更清晰 那这种写法 是一种后起的俗字 两种写法混用 走上楼来叫道 大嫂 你且下来 则个 武大买 买好的东西 叫 潘金莲下去 他称潘金莲为大嫂 过去 男人称呼自己的妻子 大嫂 这是一种一般的称呼 今天我们不这样叫了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个泽个 在早期的白话文学作品当中 泽个是非常常见的 它是一个语气著词 用在句尾 这个语气当中含有商量 委婉 其实 含有这样的语气 比如 经本通俗小说 碾玉观音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你与我叫住那排军 我相问泽个 让别人做事 你叫住那个人 我问问他 后边用一个泽个 省事横言 正洁使利公神毕公 丈夫 你耐尽泽个 我出去便贵 也出现这个泽个 这些用法都是一样的 在金平梅当中 泽个也是很常用的 虽然这个语气词 在今天的口语当中 是不用了 那富人应道 你看那不小事的 叔叔在此无人陪侍 却叫我撇了下去 武松道 嫂嫂请方便 妇人道 何不去兼臂 请王甘娘来安排便了 只是这般不见便 兼臂 就是旁边隔壁 王甘娘 王甘娘 是对老妇人的尊称 这个老妇人姓王 王婆婆 见便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 时去 何不去兼臂 请王甘娘来安排便了 只是这般不见便 潘金莲 骂武大 不时去 我正在跟武松 在这聊得那么好 你来打扰 你来叫 所以说他不时去 武大便自去 秧了兼臂王婆子来 安排端正 都拿上楼来 摆在桌子上 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 随即荡上酒来 于是武大就去求 隔壁的王婆子 他用了秧这个字 秧就是求的意思 今天我们还说秧求 秧告 秧就是求的意思 这个桌子 摆上桌来 这个桌 我们看到 他用的这个桌 没有底下这个木 桌月这个桌 这个桌的意思是高 桌月就是比一般人高 超出重人 所以叫做桌月 那么桌子的桌 为什么原来写成这个字呢 它也是同源词 因为桌是和矮的那个茶几 是和几相对的 几比较矮 我们请大家注意这个桌字 桌 桌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桌 写法不一样 就是没有底下这个木 一开始的时候 桌子就写作这个桌月的桌 为什么它可以写作桌月的桌呢 因为桌子是和桌月桌是同源的 因为桌的意思就是高 桌月就是突出的 桌而不群 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桌子这种家具 它和矮的基是相对的 基是矮的 那么桌子是高的 因为它高 所以叫做桌 它取义就是来自于这个桌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它用同一个字 后来才分化出这个从木的桌 那么加上一个木字旁 木字旁的有两笔 一横一竖 跟桌子旁是相同的 所以它共用这两笔 所以今天的桌 就比这个原来的桌 加了两笔 加了一个匹一个纳 横竖是共用的 所以它是从木桌升 同时这个桌也表意 提示它的语言 我们有很多词 它后起的词 是从它的读音意义上 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的 比如说跟桌很相近的一个词 跟它有关的一个词 是椅子的椅 椅子的椅 它的生意之源 是来自于椅靠 就是链儿旁的这个椅 我们说什么叫椅子呢 是有靠背的 可以倚靠的才能叫做椅子 如果没有靠背 绝对不能叫椅子 正是因为它有靠背 可以倚靠 所以叫做椅 那么椅子的椅 一开始可以写成立人旁的椅 后来把立人旁换成木子旁 就造出今天这个 从木起生的这个椅子 五大呢 请了王婆子来帮他 安排这个饭食 都把饭摆在桌子上 摆好了 摆妥当了 随即荡上酒来 荡字 荡是冲的意思 荡本来从 荡字从泥 它本来的意思就有冲刷 冲洗这样的意思 所以荡酒就是倒酒 那冲茶也可以叫做荡 就是用水 就是用水往这个碗上去冲 所以荡酒就是倒酒 五大叫妥 五大叫妇人做了主位 五松对席 五大打横 这个席位的安排可以看出来 五大呢 对潘金莲是很敬重的 潘金莲是主妇 所以呢 让他坐在主位上 那么五松是客人 他坐在对席 跟潘金莲相对 而五大自己打横 就是坐在横边 坐在侧面 说明五大自己 是很谦虚的 他更敬重 潘金莲 三人坐下 把酒来针 把酒就是拿酒 把是动词 是拿的意思 拿酒来倒酒 五大筛酒在个人面前 筛酒 我们在这个 过去的小说当中 经常看到 筛酒就是倒酒 那妇人拿起酒来 倒 叔叔修怪 眉慎管带 请杯儿水酒 叔叔修怪 这个修 就是不要的意思 这个词今天也用 口语当中也用 在白话小说当中 用的非常多 比如说叔叔修怪 还有下边的修这般说 就是不要这样说 那么修也经常和要连用 修要什么什么 也就是不要的意思 眉慎管带 没什么好东西来招待你 请杯儿水酒 这个杯用的是一体字 底下从敏 那另外一种写法 从木 我们今天从木的杯 是正字 那过去从木和从民的 这两个杯子是 可以换用的 两个都是正字 武松道 武松道 感谢嫂嫂 修这般说 武大只顾上下筛酒 哪里来管闲事 武大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非常实在的人 老实的人 不大会说话 所以他很诚恳 在那里给武松 给潘金莲倒酒 什么都不说 那妇人笑容可居 满口而叫 下边这个字 是书上的错字 是这个版本的错误 这个谱实际上是满字之物 因为谱口是不能讲的 是没有意思的 是满口而叫 满和谱呢 写法相近 形体相近 所以很容易写错 超错 满口而叫 叔叔 整的肉果也不减一柱 柱就是今天的筷子 方言当中有的叫做柱 河北方言 山东方言 都有很多地方 把筷子叫做柱子 减是减菜 是加菜的意思 怎么不加点吃的呢 加点肉啊 果啊 于是潘金莲 就亲自给武松来加菜 捡好的递姜过来 捡好的菜 给武松递过来 我们注意到这个 动词后边加姜 递姜过来 这种用法 动词后边加姜的用法 在早期的白话小说当中 非常常见 武松是个直姓的汉子 直把做亲嫂嫂相待 谁知这妇人是个使女出身 惯会小义儿 小义儿就是小义死 就是小心死 在这里呢 是像武松献殷勤的这种小心死 小殷勤 潘金莲呢 她从小没了父母 是在张才主家长大 从小是做使女 所以她特别会讨好别人 特别会耍小殷勤 亦不想 这妇人一片隐人心 武松是非常直率的一个人 非常政治的一个人 完全没有想到 潘金莲有勾引她的心 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 那里武松 起她看不过 只低了头 不理她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 起她看不过 就是被她看不过 因为潘金莲 一直在上下的打量武松 看到武松 非常的 心里非常的不好意思 所以低了头 不理她 吃了一些 久难了 便起身 吃了一些 这个一些 这是方言词 就是一会儿的意思 在金 upload 在金平梦第四回当中 也有一些 这个词出现 有好一些 单歌 就是单歌了好一会儿 久难了 难的意思是近 将近的意思 比如今天我们还说 夜拦 人静 夜拦 就是夜近了 夜深了 武大道 二哥没事再吃几杯而去 武松道 生寿 我再来望哥哥嫂嫂吧 这里有一个词 生寿 在金瓶梅当中 这个词经常出现 生寿的意思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 受累了 烦恼 辛苦 比如后边还有武松跟潘金莲的对话 武松道 叫嫂嫂生寿 武松寝食不安 明日县里拨个士兵来使唤 这是武松已经住到武大家里了 那么由潘金莲照顾他的饭食 武松心里很过意不去 说让嫂嫂受累了 我心里不安 我是不是可以叫这个士兵 来帮助 来使唤 后来潘金莲说 士兵我不放心 他们做事 阿杂 还是我来服侍你 比较好 武松道 嫩的都生寿嫂嫂了 嫩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那就让嫂嫂受累了 也是使用生寿这个词 生寿 就跟我们今天说受累 烦恼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客气 武松道 生寿 我再来望哥哥嫂嫂把 这个把是一个句末的语气助词 我们今天是写成从口巴声的这个把 但是这个字也是后期的 原来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当中 我们看到经常使用的是这个把 也就是霸了这个把 作霸这个把 所以很多字的用法是后来才固定下来的 一开始是用别的字的 同音字 都送下楼来 出的门外 富人便道 叔叔势必尚心搬来家里住 若是不搬来 俺两口也吃别人笑话 这里用了一个方言词 显然这个俺是一个北方方言词 今天在非常广大的地域范围之内都使用 还有一个方言词是咱 在这 金平梅里其实也出现过 在这一篇刻文没有出现 吃别人笑话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背别人笑话 亲兄弟难比别人 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 武松住到吴大家里 潘建连觉得非常的有仗势 别人不敢欺负他了 所以说你到这来跟我们争口气 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武松道 既是吴嫂后裔 今晚有行礼便取来 武松答应来吴大家住 富人道 叔叔势必尽心者 奴这里专后 正是 满前也亦无人时 几点必逃春自开 有诗为证 可怪金莲用一身 包藏银行荡春心 武松正大 圆难犯 耿耿耿轻名 底万金 下边又用诗来总结 来概括这个故事了 这个诗的意思 当然就是说 潘金莲是有勾引武松的心思 但是武松呢 光明正大 正气凛然 所以它是在歌颂武松 在贬斥 潘金莲 在批评 潘金莲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字 包藏银行荡春心 这个藏字 它把外边的这几笔省掉了 这就是一个俗字 就是一个俗字 我们注意到这课里边 首先在用字上 它使用了大量的俗字 简字 一体字 其次呢 就是用词上 它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 俗语 谚语等等 那么从语法上 有一些语法现象 语法机构 跟今天有差异 而有一些是有关联 所以呢 金平梅 它的语言材料 对于我们研究 从近代汉语 到现代汉语 这个词语 语法的演变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 语料价值 所以研究近代汉语的人 都把金平梅 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料 好 这篇课文 我们就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语言杨 语言杨 在语言杨 那种感到 这个语言杨 成语言杨 神经文化行语言杨